词曲 李宗盛 当女生走夜路 遇到歹徒 强行抛转椅时 该怎么办 当对方转眼的时候 要稳住自己的重心 然后就慢慢地坐到地面 用脚动他膝盖 登登登登 赶紧跑 如果在近距离 我来打的目标是 可能是头部 那我就会用直冲 或者是挂锤 如果我是踢对方的裆部 可能直接提膝 不需要任何的垫步 如果稍微中等一点的话 打不到对方 我肯定就需要 做推步的直冲 或者上步做后手的 击打的动作 或者在小的垫步的 配合下去做勾踢 或者去做侧踢 如果再远一点的话 那我的目标 主要是集中在对方的膝盖 因为这个时候 对方的膝盖离我 会更近一些 所以我可能会用侧踢 去接近对方 然后上来再去接 其他的击打的技术动作 一定要记清楚一点 他所占的位置 里面击打的目标 然后才是那个技术动作 而不是我会了 这个技术动作 我再去找目标 是因为有这些东西出现 来吸引我的技术出现 如果我们在学校 或者说在大街上 有人要欺负我们 很重要 多人们被别人挡到 把胳膊抬起来 把自己的下额挡住 把自己的太阳穴挡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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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